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发前往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其实就是整个是环绕了颇阳湖 南昌出发 途经阴潭 上扰 景德镇 颇阳湖 最终到达庐山 特色上面就更趋向于水产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庐山西海了 山岳与湖岛编织成罕见的景色 天上云区 湿化西海 多过林湖 所以它这本来就是一个水库里边很多湖 绕过颇阳湖 饭桌上水产品多了起来 感觉辣度现在是这样的啊 阶梯是下降 对 沿着颇阳湖一路逆流而上 那个湖面风浪感觉有点大呀 姐妹们 姐妹们 家人们 家人们 它这上面可以坐游船是吗 今天的天气不怕冻着你就去 想尝一尝在这儿中国第一大淡水和雨 泄出咸的 这个能满足 安排 空气好好啊 司机师傅说 这是那个南昌的后花园 最重要的是水里边的雨 非常的多 非常的鲜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就来吃鱼 怎么放假了呢 放假两个月 没关系 这边很多 我们再找一个 不会都放假了吧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餐厅现在营业的吗 营业营业 这么好的风景 走走看看就过去了 你看 全是橘子 成片的橘子闯入眼帘 正好十月中下旬 长橘子呢 长橘子 好 巧的是旁边就是卖橘子的 十块钱五年 这是什么品种啊 秘橘 秘橘了 说不上 我尝一尝 秘橘是庐山西海的特产 我的贴产不是秘橘 我知道 我说这边的特产是秘橘 阿姨也不唬人 不是就不是 要我 要我拿袋子 橘子也确实好吃 小汉他们就买了几斤 是酸甜酸甜的 没唬 肉鸡鸡的 更巧的是 是你家吗 是我家 来来来来 刚刚电话预约的饭店 就是阿姨家 阿姨的业务很繁忙 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淡季的西海 出行不会堵车 吃饭不用排队 还能吃到忘记吃不到的 今年收的第一位是 叶山大夫 两位有口福了 这户店是吗 是的 后边炒的特别热火朝天 现补现吃现杀 价格也是实价 哇哦 好香 鲁鱼 这个是今年的第一条 野生鲁鱼 来来来 给你来点汤 先来一碗热乎乎的鱼汤喝 它用的也是西海湖里边的 野生鲁鱼 那鲁鱼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大胖头莲 胖头莲头大且胶质多 现在的话开始降温了 喝点这种鱼汤 特别酥酥 它是奶奶 哇 这个鱼汤好辣 好辣 这儿的鱼汤都得加辣 你现在待的地方是 传说中锅都是辣的浆系 就放了一点点盐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那种姜 过多的调料会掩盖新鲜水产的鲜味 它主要就是那个汤的鲜 还有一点点辛辣 适当的辛辣 能刺激味蕾 提高食欲 让你喝下去忍不住 日常喝鱼汤鸡汤 都喜欢加点胡椒 在这里就不需要 它这个鱼头汤熬得非常奶 如何做出奶白的鱼汤 先把这个鱼头过油稍微煎了一下 胖头莲的胶质流出 而且炖了将近得有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大火 胶质融入汤中充分乳化 所以你看它那个汤的颜色就是奶白奶白的 比较浓稠的那种 这个鱼就觉得它非常干净 阿姨处理的干净 最重要的是养鱼的水质好 西海水质非常干净 因为它这儿有一个那个拓菱水库 是国家最高等级的一级水质 和某山泉矿泉水的水源地一样 是天然矿泉水 好嫩啊 我都分不清这是鱼肉还是豆腐了 铲出的鱼肉质细够鲜美 还有一个蟹肉吗 有 是不是 有 将那个八大件剔出来的那个肉 那种 蟹肉因为它很鲜美 鱼肉还是要看这一条 店家今年收的第一尾野生鲁鱼 今年送来的第一尾野生鲁鱼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水库里边野生鱼的品种很多 有鲈鱼 还有刚刚的熊鱼 最主要的还有白鱼 石鱼 长江中下游常见的淡水鱼 这儿都有 鲈鱼清蒸是最能 尝它那个肉好不好 然后味道怎么样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夸这么多遍 你倒是仔细说说 熊鱼肉属于像嫩豆腐一样 丝丝融融的 像蟹肉一样软 它这个鱼鱼的话 就是肉质非常紧 鱼肉刚熟 紧致爽滑 说明它在水里边肯定是这样 今年送来的第一位野生鱼鱼 你看它的这块鱼腮肉多肥啊 这个给你吃 这个要谢谢你了 这还有一块鱼腮肉 你吃那一块 你一块我一块 刚刚好 鱼腮吃起来都有点像那种青蛙肉 就是那种甜鱼肉 它在这儿都要肚 今年送来的第一位野生鱼鱼 粤菜里的咸鲜口 在江西也染了几分辣 虽然也有一点辣味 但是很清淡了 经历了南昌爆辣的洗礼 这点辣根本不放在眼里 你看越接近鄱阳湖 它的味道真的是越淡 沿着鄱阳湖一路走来 辣度直线下降 我们特意先吃了那两个 然后再吃这个 因为这个上来就太香了 两位候享乐主义者 总喜欢把最期待的放到最后 这个是棍子鱼 它确实跟个小棍一样 非常直溜 棍子鱼将和上层鱼类中 颇为凶猛的鱼类 看起来又有点像那种 什么小黄鱼竿 风味鱼竿 加了好多蒜 还有花椒 麻椒什么的 那一上来就是那种 椒麻味 椒麻味 特别香 蒜香味 嗅觉上 椒麻香味让人食指大动 再咬上一口 咔嚓咔嚓 炸得透彻 一口一个 如果还有鲜鱼肉的话 它会看到那个白色的鱼肉嘛 它这都是那种 一丝一丝油炸过的 这完全不用吐刺 油炸小黄鱼要么配上蘸料 要么油炸碗撒上佐料 但这个就是因为它那个底料够足 它已经在炸的制作过程中 已经浸到这个鱼里了 从里到外 炸酥的骨头都是椒麻味 它的那种紧致程度和酥碎程度 比小黄鱼还要酥 历史全靠捕猎的棍子鱼 鱼肉更加紧致 它就是嘎拨脆 然后里边的肉质非常紧 像那种肉干一样的那种 在庐山西海 得天独厚的山水出产的胡仙 是不可多得的食材 就不管它是鱼的那个口感 还是它制作的方法 味道都特别好吃 同一片水域 不同鱼类 鲜美的基底上 保留了干菜重滋味的特色 最南昌的辣度 应该是我们此行最顶级的 然后沿着去鄱阳湖的方向 经过上扰 然后经过景德镇 最后来到了庐山 它的味道是越来越淡的 而且对于鲜味和本身的滋味 就要求非常重 江西不光是辣 还有鲜 不光是南昌拌粉 还有鱼干辣椒 地黄烤乳 城市景观 到山景 然后到年轻人艺术氛围 特别浓的 最后趋向于自然的 湖光山色的景 这条线我觉得是可以丰富体验 不同江西的感觉的 一顿饭吃出这么多感慨 赶紧的 后面还有大事要办 我们就给它增加增加人气 有我们在那儿 你有五个人气过去 加上司机你有六个人气了 几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去 人家说那边不是人的好啊 你就是不想去 愿赌服输 朵是赌不掉的 我就觉得今天可能有点冷 虽然说飞在高空中 虽然说底下都是水 虽然说脚不能着点 虽然说要已经让我妈妈起 你们该猜出来了 惩罚的就是降落伞 不要拖延时间 要学会面对 现在体感14度 少不少进去 不要想逃 恭喜你 降落伞不能坐的 真的吗 真的吗 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了 等等还有plan b 人家做摩托请 都四十来度的时候坐 我都快四度了 今天骤然降温 是有点难为齐女士了 虽然有一些些冷 但是我觉得我能行 酷 我的小伙子散发热气 快 我不冷 我不冷 东西都不穿秋裤的 我不冷 骑不冷你倒是快点走 走吧骑不冷 我不冷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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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摩蹭蹭 也还是到了承船区 这样做什么了 包括你那个项链啊 让我们不准备 哎呀 我去买的 都记得该买的 花了钱的漂亮首饰 可不能丢 我这只记得了 小伙子 啥子 出行前的亢奋 但是 你在这带呢 你怎么也坐上了快艇 我们俩看热闹 我们最爱看热闹 我最爱看热闹 我最爱看热闹 搞不好我们就比大家这个刺激 拜拜 可以收啊 收丑 我不是大王 啊 啊 带牢啊 啊 吐 让你凑热闹 骑女士骑的摩托艇太快了 航拍机稍不注意 就没跟上 不要吐 骑个来回的摩托艇 突然出现在视野里 感谢老天的卷 我们走啊 我们走啊 围着快艇炫耀了一圈 留下小韩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等等 她带着音乐又出现了 抱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心态享受 我涂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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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涂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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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涂啥呢 有一种室温的感觉 我带好刺激啊 我上海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都冻烟了 更别说穿着拖鞋的 齐女士 把我齐姐受苦了 罚也罚了 别冻坏了 快找个地儿 让齐女士回回暖 除了有那个孤岭镇那个庐山以外 西海还可以玩水上项目 当然庐山还有一个非常棒的 就是温泉 用热乎乎的温泉驱寒 是再合适不过 把你扔在热水池子里泡泡 让你解解法 温泉暖身 还差暖胃的 喂 咱们这边那个 坐的那个是消彩的那种 路上恰巧要经过一家土菜馆 最后 稍微享受一下 就可以准备回北京挨洞吧 向江西之旅最后一餐前进 嗨 大姐 我们吃饭 好 我们那个五个人 这都是你家呀 我的 哇塞 一方原子印着板峡 我们老家有宅子嘛 还是烧这种 但我们那儿不烧竹子 烧松汁 一个土灶满出烟火 十二煮鸡汤 十二也是这边 三十一的 那就吃个白鱼吧 中午想吃那白鱼没吃着 干豆角烧肉 我想来这个 可以 再点些配菜 齐活 这海豹 你看它惊恐的霜面 给它盖 俩人像没长大的孩子 对山里的一切充满好奇 觉得他们家孩子在这儿挺幸福 那么多玩的 大锅土灶一起煮 热菜迅速上桌 这么大汤吗 烧白鱼 十二煮鸡汤 干豆角烧肉 来来来来 穿盲盒的时间到了 有点烫 还行 现在还行 如此有仪式感 我要揭开了 揭开了 哇 你看 多黄 是什么让大家都撕哈了 是这壶堪比花椒鸡汤的土鸡汤 这个是在咱们刚才看那个 土灶烧柴的火炉里 它怎么这么浓啊 都愁不得 你怎么吃了 我过来了 顺喉而下 暖胃暖身 你真的要不要问问他 有没有放几大东西 没有 湖里只有鸡肉和食尔 它这都有点浓到 呼上嘴糖 天哪 天哪 咱拉嘴马上就润了 油 黏 香 色泽 色泽金黄 油润醇厚 这是我喝了近26年以来最好喝的鸡汤 我真的很怕张 它怎么能熬得这么黏 首先容器要选得好 它这是那种老的那种旺 密不透风 类似云南汽锅鸡 肉汁煮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水煮进去 然后来回来去的循环 但没有空心管 密封性更好 它是连蒸带煮 所以它那个鸡肉里边自己的油分 全部都锁在了这个旺里边 再配上油脂多的老母鸡 它那个鸡本身皮下脂肪有点厚 它熬到最后炒的是不是颗了一点鸡油 它们的油香味非常重 常喝的鸡汤色泽清亮 它油润 它都有点像花椒鸡汤的那种粘稠度 这壶是堪比花椒鸡汤的浓郁醇厚 我现在感觉我俩的嘴就像抹了那个唇柚似的 透亮 这个是庐山三宝 你看这是那个石耳 它是长在那个山上 悬崖上的一种菜 黑黑的比较薄 形似木耳 多了层绒毛 怎么这么香啊这个 它让我喝出来了一种那种松茸炖鸡 松鹅炖鸡的那种味道 口感不同于木耳的肉滑 它嚼起来吧 有点像那种 有点海绵质地的那个腻咬 它里边是吸汤的 它外面融融的那层特别挂味 入口即化 清热解毒 这鸡汤太绝了 这个鸡骨的都像缩味啊 我们本来就以为是那种红烧一条 菜碟里有 那它上来是不是特别香 它有那个酱香味 它有一点酒香 加的不是料酒 烤浓的那个酒香味 但它是那个啤酒挥发过后的那种麦香 红烧鱼的常规做法 先煎再炖 煎过的鱼啊 特别容易吸摊 白鱼少刺多肉 但对于喜欢大口的小孩 看它特是泡河 它小吃太多了 一只吐刺 一只吐刺 你看 扎到 当心扎到 学学旁边的琴女士细嚼慢咽 这个味做得很好 唯一一点啊 就是这白鱼刺也太多了 闲气归闲气 筷子却不停 就是它口感新鲜度都非常好 加上那个做法 如果你喜欢吃那种 有一点酒香的 然后酱香 然后辣辣的这种炖鱼 酱香煎辣 但不适合心急的人 农家特色经典 就比如说什么土豆干啊 豆角干啊 这些都是贼配肉的 我跟你说的 选的红烧肉偏肥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吃 肥一点的红烧肉的人 肯定可以 但是它那个豆角干是那种 酱收完了以后 有种类似于像淀粉一样的味 它能嚼出一点那种红薯的香味 除了用酱油上色 单独咬了糖骰到里面去 所以它那个上面 有一种焦糖的味道 整体酱香偏甜 这样你嚼起来是那种干香 然后又有点那种 发甜的那种酱味 再配上土豆蒸的米饭 看见那个爷爷在那儿 煮糖果饭 小韩都受不了了 老人 土豆勾起了小韩几率感慨 山东家里边也是那种烧炕 然后烧柴火的那个炉子 然后每一次我奶奶一做饭 我就觉得天哪 那个配着柴火味太浓了 吃到胃里消磨了一丝香愁 谢谢姐 谢谢叔叔 谢谢 一家人守着这方园子 吃的是自家种的菜 用的是陈年土造 还多了丝温情 胃里现在暖暖的 身上还有点冷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舒服一把 在最后一碗 惦记许久的温泉 就是小韩获胜的奖励 好想泡 我现在就是外面那么冷 然后一下炸进那个热水 他们这边属的那种温泉最大 跟他们这边属的反正最好 是国内较少的半山森林温泉 今天太放松了 你们看着我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虽然是胜利的奖品 但小韩也不会忘记好朋友下午的遭遇 保齐姐受苦了 要跟齐女士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分享这份温暖 一天寒冷过后 然后有一个自己带私汤的这个屋子 晚上泡一泡 然后我觉得特别舒服 江西这个低调的吃辣大省 给来晚饭一行人带来了太多惊喜 爆辣的南昌 融合的上饶 年轻的景德镇 秀美的庐山 每到一处新的地方都惊喜满满 路见不平来晚饭 路见不平来晚饭 我们在哪里去求是 我们的江西之旅也要告一段了 一段旅行的结束 象征着下一段旅行的开始 我很期待你们下一次 我很期待 下个目的地 小韩和齐女士要从冬天跨回夏天 重回大海 寻找这个季节里最鲜的美味